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27个最高频那些开口说话工具箱子词 然后有70个交税词就是100个万能钥匙 是解决最基本的最核心的最高频的交流 你会了那100个高频词以后呢 基本上你能开始阅读而明白你阅读的东西 那当然不是所有的 因为那100个词最终也不是很多 但是很简单的那些短信呢信呢什么这些交流 你已经可以开始明白大概里边是什么 第三你必须得懂怎么样用一个盒子两条路 因为呢你阅读的时候你也要能够看到一个文字或者一个词组 把它变成一个画面和感觉在自己的心目中 这样你才能直接的跟英语的文字有一个沟通 不需要翻译了 然后最后第四 要掌握那些高频的语法规律 因为呢高频的语法规律你掌握了以后 英文的阅读变成比较容易了 比如呢要编心词 英语的高频的编心词 你会了之后呢很多东西你比较容易明白了 比如去就是它有go going went等等 其实都是去的意思 但是有一个时态的变化 is就是是就是is am i were was 这些在语法系列都讲得很详细 但是现在简单的提一下 有做就是do doing did does 有会做will would等 这些了你全部要掌握 因为呢这些在英语的那些文章里面 出现的频率是特别的高 那最后呢有这种比如成长生长了 grow grew grown这一种模式 你必须有一个认识和一个了解 这样的就很容易 虽然是磨声词 你就会知道大概是在沟通 什么样一个时态或者什么 还有次例子等 in ed or est 你想知道这些就好好看 关于次例子的视频 好 你会这四个 基本功之后 你有能力真正的进入 英语的阅读过程 那阅读呢有两种 一个是娱乐式的那个阅读 另外一种呢是商务的 你是工作上的阅读 我们先说一下那个工作的那种阅读方式好吗 因为很多人学英语也是为了工作 所以我们先解决这个问题吧 第一你要从宏观开始 宏观掌握以后啊 可以转到细节了 那怎么样掌握宏观的认识呢 第一你就是先看那个标题和里边的那些图片 基本上你一拿到一个文章之后呢 你就是看图片看标题 为什么 因为它会告诉你 这个这篇文章或者那个报告是关于什么 还有它里边的那个思路和逻辑 你已经掌握那个了 你就开始有个初步的认识 怎么做呢 其实之后呢 你也要看第一段 然后最后一段 就是那个银言 然后呢 有那个结论 所以看了图片 看了那个标题 然后看银言 看那个结论 为什么 因为这个也回答 这个报告 这篇文章是关于什么 它的主要逻辑和思路是什么 在掌握这个之后呢 你可以开始一段一段的去阅读 要钻进去每一段 要看得明白 你怎么样看明白呢 那首先你都得问自己 这段话的意思大概是什么 而且为了把这个做好 你必须懂得忍耐起义 忍耐起义也是阅读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点子 比如有这么一段话 如果你看那段话 你的注意力全部飞到你不会的那些那些几个文字呢 结果是什么 你所有的注意力是放在那些地方了 而且呢 因为注意力在那儿 你是没办法看明白 那个整篇文章是写什么 你不需要每一个词 你不需要懂每一个词 你要先解决一段话的那个整体含义 怎么做呢 你可能已经会了很多词 所以你就利用你已经会的那个词 那些词 把那个整体的含义先搞明白了 这样呢 基本上 你知道这段话是关于什么 你只需要懂95% 完全有能力做到这个 生下来不会的那5%的单词是没关系了 所以呢 人来起义 是成功的阅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技能 不只是这个 它也是成功考试雅思什么这种考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秘诀 在一段话里边 你怎么样找到它所有的含义 其实也有四个点 我要今天跟你分享 第一 你要找里边的小故事 你会发现 很多段话其实是讲故事 那你怎么知道是有故事 第一 有人名 第二 有地名 红色的地方呢 第三 有一些具体的词 这些告诉你 这个很可能是一个故事 第二呢 你要找里边的比喻 比喻是怎么样 你会见到这种东西 a string of sounds stacked up in a row one flash 等等这种东西 那为了能够把这些认出来 你是要经常把自己对比喻的敏感度提高 你想知道比喻 那个背景 你好好看 关于比喻的我的视频 好吗 然后呢 第三 要寻找那些主要的名词 你怎么知道一段话里边 那主要的名词是什么 会搭写 人名 第一名 在英语里边 全部搭写 第二呢 你要找一些代词 有七个 he him her she them they it 这七个呢 基本上是告诉你 这是关于一个人 或者一个东西了 所以必须得懂这些了 然后副词了 the this that those in on at 又是七个 那七个副词是 帮助你知道 这是一个名词 然后呢 形容词和 形容词的脸穿 那我就 给你看几个例子吧 这些是非常高频的 所以你越早能掌握这些了 你越早能够开始阅读的顺畅 我们看两个例子吧 这句 the big red old interesting house in new york 基本上 the 告诉我们 后边是有一个重要的名词 而且这个应该是这种 这段话里面的一个主题 ok 然后有一连串的形容词 都会在那个主要的名词前面出现 所以基本上这两个信号 那个 形容词的连串 加the 已经固定了 这个是重要的一个名词 在这段话里面的 这个也是 a little round flat wooden table at his desk 所以那个a 和这个脸穿的形容词 已经告诉我们 这句话本身重要的 说的是这个table 这个桌子了 最后呢 要找重要的动词 怎么知道那个动词在哪呢 其实有信号 有此例子 and to 等 然后呢 有时态的标签词 比如have had will have 等 然后呢 有那个状态的标签词 就是am is our word was were not 等等 这些都告诉你 这些动词是在什么位置 所以在这段话里边 用这些信号 我们完全能够看到 这些主要的动词的位置了 那这个阅读的过程 怎么样上来 其实跟写作一样 你经过断信 非常简短的 那些小信息 你就很快 就可以开始 知道怎么样 用英语 拿到朋友 想跟你沟通的意思 颠有也是 信也是 然后呢 最后呢 又走到大量的阅读 那那个娱乐的阅读 有大同小异 基本上在每一段 你是怎么看每一段 刚才那几个点子 你都能用 但是你在那个教材 或者那些材料的选择上 应该有一点讲究 你可以找一些 特别容易看的内容 有漫画等等 又找一些 你有兴趣的内容 是围绕你觉得有意思的话题 娱乐的阅读 其实跟那个工作的阅读 在每一段里边 那种阅读方法是一样的 你找那些主要点子就可以了 但是在那个 你内容的选择 你应该更讲究一些 要围绕你自己 有兴趣那些话题和内容 你可能是对车有兴趣 那你看过你车的那些 那些书 你可能是对 那个 情感有兴趣了 你看有跟情感有关的 那些书都可以了 然后你最好是找 那些非常容易看懂的 有漫画的 又带着图片的 或者孩子 为了孩子写的书 看那种了 因为呢 他那些图片 跟那些写作的风格 都是高频 也是因为有画面的等等 你是更容易 直接明白那个意思 所以呢 你也很快就进入一个 可输入的理解的过程 还有一个点 你可以围绕 一些 你喜欢的作者的 所有的作品 比如呢 很多英文的小孩 特别喜欢一个作者 叫Innit Blyton 他是一百多年前的一个作者了 他写了一系列的小说 那孩子是怎么样 他们会看完 Innit Blyton的一本主作 然后他看第二本 然后你看第三本 所以呢 围绕一个作者的 一些不同的作品的好处是 他的风格是不会变 而且你 因为他的风格不变 所以呢 你是对他的风格是很熟悉 你对他喜欢用的那些高频的词是很熟悉 所以呢 变得是比较容易保持一个可明白输入的一个过程 孩子为什么这样看同一个作者的很多书 因为他都能明白这些书 因为他明白这些书 所以他是很兴奋的去阅读 也有个办法 你可以用那个四组对照的一些方法来掌握一本主作 比如功夫音乐系统里面 就是把整本The Third Year的一本书 这是我写的关于预言学习的一本书 全部变成中音对照的方法 所以呢 经过那种中音对照的那种阅读的方式 你完全能懂是什么意思 而且你可以很快就走到完全用英语听和阅读一本主作 因此呢 跟孩子看一个作者的不同的作品是一样的一个作用 最后呢 你最好找一个英语家长 跟你一起阅读 你阅读的过程当中 你不懂的那些地方 你可以问 你可以聊一聊 那个周围背后的故事 那些文化背景等等 这样呢 就很快跟孩子一样 自己可以独立的 开心的 舒服的 顺畅的 阅读英语你想看的那些书和其他的文章 谢谢师傅 姐夫人 谢谢你 谢谢你 Excuse me 我